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7 年的 Paper 1 第二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網友題目 它現在就說 叫你simplify M4 次 N 負一次 整個東西的三次方 再over M 負二次 整個東西的五次方 and express your answers with positive index 事不宜遲 先拿一張單項字出來再說 做這條題目之前 我先想說 這裏有九條Law of index 其實說得難聽一點 這九條一定要熟用 尤其是頭七條 即1A至G這七條 但如果你背得不熟 亦都不熟用 其實你這個DSE 都沒甚麼運行 因為這堆Law of index的公式 是塞到到處都是各個 topic都有 是無處不在的 不單止在Leave for law of index那裏 OK 行不行 所以自己找辦法搞定它 背熟它 我不跟你逐條詳細去解釋和討論 因為以前都曾經說過 待會我用到哪一條才跟你詳細說過 在這條題目裏面 先拿一支藍筆 其實這條題目先抄襲 它就問你甚麼呢 就叫你simplify這個M4次 N負1次 再整個東西的3次方 就over回M負2 整個東西的5次方 其實會等於甚麼呢 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首當其衝 已經見到有兩條Law of index可以用 第一條我用黃色的部分寫給你看 我就會用這條先 其實這條Law of index想說甚麼呢 這個精髓 其實就是用紅筆去跟你說 其實這個精髓 它就想說 如果有兩個數相成 例如這條A乘B 其實外面有一個 括弧有一個index 有一個指數在這裏 N次方 我這樣應對N次方的指數 其實就等同於把兩個箭咀紅色 這樣扔進去 貼給兩個 就是AM次乘BM次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 我就會兩個箭咀這樣扔進去 貼進去 所以這個份子 我就會寫成為 M的4次 這東西的3次方 再乘以N的-1次 再整個東西的3次方 下面的份沒有 我先不動 好嗎 先抄掉 M的-2次 再整個東西的5次方 就來到這裏 OK 之後我再看到另外一條 Law of index 我會用的是哪一條呢 藍色部分 我就會用這一條 我不知道你看到嗎 這條Law of index 其實它最重點的精緒 想說甚麼呢 拿支紅筆 其實就是A的M次 即是本身 它自己都有一個M次方 在這裏 再在括弧外邊 再加多一個N次方 給它 總共有兩個index 其實後面的括弧外邊 那個index 你怎樣處理呢 就等同於把外邊的index 放進去 跟裡面的index相成 即是A的MN次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給我下一步做 我就會見到 好,首先在這裏 用一個藍色的Law of index 的公式 扔回它進去 就是4乘3 可以嗎 這裏也再用第二次 藍色的Law of index 扔進去 負1乘3 當然 份母這裏也是 這個5 可以扔回它 負2 做負2乘5 是吧 所以根據Law of index 藍色這條的公式 我們可以得出 這個就是M的幾次呢 4 3 12 這個就是N的幾次呢 就是負1乘3 就是負3 好了 再over 下面就是 M的幾次呢 負2乘5 就是負10 好了 接近出終極答案 再在這裏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到 其實我會再用橙色這部份 這條Law of index 這條Law of index 想說什麼呢 其實在我眼中 這條就是小學雞版本的Law of index 其實還有一個進階版 高級版中學版的Law of index 其實這個除號 我們在中學都很少用 很少寫的 是吧 很多時候除號 我們現在在中學寫什麼的 就是寫 當你分數演繹的版本 你會看到 AM次 over AN次 大家分子分母都有A Base的底一樣都是A 那你就可以把兩個Base結合 兩個底結合 變成一個A 而指數的次方的index位 如何處理 就是把兩個index位上減一下 就是M-N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到 我就看到 現在我會發現 看到這裏的紅色部分嗎 紅色部分 你會發現這個分數 是M12次 over M-10次 而事實上 這個紅色部分 其實大家的底一樣 分數 底一樣 大家都是M 所以你就可以 現在可以把 M 大家的底一樣 Base一樣 結合它 然後把次方 如何處理 就是上減下 12--10 12--10 減減就是負負得正 所以12加10 所以這裏就是22 再乘以何呢 就是隔離的N的-- 3x 而事實上 最後一條 economic index 我就會用綠色這部分 為何我會用綠色 這部份的nuto 那為什麼我會用綠色這個部分得 ん Findex的精髓,就是告訴你如何應對處理負指數 當你會見到A的負M字,即是有個負的指數 有個負號在指數那裡的時候 這個負號代表甚麼呢? 其實看下我的右邊,就是等於優化 看到嗎?我用紅色部分寫給你看 其餘東西會怎樣?照抄到份母 即是黑色部分,其餘黑色部分剩下來就是A的M字 就照抄A的M字,落到份母 所以整個公式就是A的負M字,就等於1 over A的M字 所以在這裡,我方便大家計算 我拆了這個藍色負號,那位是紅色 所以我下一步再寫,我就會寫這個 就等於M的22次,再乘以 好了,負指數,我見到M的負3次 而負指數,即是我立即轉它做優化 可以嗎? 其餘在藍色部分,其餘東西就照抄 抄到份母那裡,就是N的3次 當然,終極答案最後出,我某個位置寫在旁邊 就會是,拿著綠筆 這個M的22次,同份母都沒有約 所以其實當然是乘上去,和下面就是約 但下面沒有約,所以乘就是乘上去 所以就是M22次乘1,就是M22次乘上去 可以嗎?就是M22次 免得搖亂你,綠色箭嘴角拆開 所以最後,終極答案就是 當然,這就是終極答案 好了,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特別問題 給你們看一條題目吧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今天就到這裡了 我也有點肚餓了,先去吃飯,是時候放下廚了 好了,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再見吧 拜拜